QB来讲呢,我们是日系公司 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培训技术部分 都有提供完整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 那目前的话我们还有提供海外研修的这个机会给大家 所以你过到QB上班你是有机会到海外的 对,甚至于都是还有这样子海外工作机会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研修的计划 然后目前来讲我们有良好的一个完整的升迁的制度 还有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 那基本上呢,因为我们没有做烫跟染这一块 所以也不用担心说设计师的皮肤会因为这些药剂品 然后对,受伤了 很多人会说当设计师最麻烦的就是会伤手 对,每天碰那些化学药剂 可能就让你的手部的话可能会有就是不舒服的部分 然后另外我们也没有贩卖任何的商品 所以基本上呢也没有这个贩卖跟销售的这个压力 对,之前每次去把这个号研修 退销 对对对,你捡头发就还问你说你要不要买这个护法的啊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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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像出去之後比剪頭髮線還要多很多 就發被推銷 所以也不會有推銷的問題 都沒有 我們真的只是在 針對在於這個剪髮的專業上 我們對於我們的所有設計師做一個最好的專職培訓 那我想問一下Erica 如果我今天是大學的新鮮人 完全沒有任何經驗 一樣可以進去嗎 也歡迎這樣有興趣 然後呢 想要從事美髮的這樣的新鮮人 能夠來到Cupid House 那因為我們針對於 就是這種沒有經驗剛畢業的大學生 我們也會做比較時間長一點的一個來培訓的一個計畫 是 那我們看到又這個 這邊有一個手板 包含了有這個海外研修的機會 這個很難得 因為如果你是在台灣的CM法系上班 應該是不太可能有這樣的機會 再來就是還有在職訓練 就是說你是一張白紙 你是小白也沒有問題 只要你有心肯學習 Cupid House絕對會提供你完善的培訓課程 讓你從白紙變成老手變成設計大師 好 那再來還有獎金制度 除了底薪之外 還有三節獎金 激勵獎金 結婚補助跟生育補助 這些都是優於勞基法的 一些相關的員工福利 基本的 當然可能你看到的那些勞保啦 健保啦 包括可能老退的提搏啦 跟我們公司還另外幫我們員工保留團體的保險 這個全部都是涵蓋在內的 那獎金的部分 當然針對三節啦 年終獎金啊 還有生育補助這些都是完全有的獎金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就是在於那個 我們的那個生育的一個補助來講呢 結婚的補助這個都是完全有的 是因為主要就是鼓勵這個員工 很多現在企業都鼓勵員工 所以你不要說因為工作而失去的人生 失去了生活 還是很鼓勵你生小孩 還是很鼓勵你結婚的對不對 所以有這個相對的補助 絕對是保障讓你這個work life balance 不會說你人生只剩下工作而已 當然 是很重視員工的這個個人的私下生活的 好 那剛剛還講到說其實全台現在有31家分店對不對 所以不只你剪頭髮很方便 假設你想要加入QB house的話 也很方便 也歡迎大家 提醒大家 像我們依依人令好有這個地圖找工作的這個功能 你可以搜尋QB house看哪一家離你家最近 我進去之後 多久可以有這個海外的這個研習機會我可以去爭取 會不會要待很久 五年才有 不用不用不用 只要有機會提升到我們的 副店跟店長以上的話 都有這個海外的參 參與研修的機會 那另外設計師我們也有提供呢 就是每年我們都有一次的剪髮大賽 那假設他如果拿到我們的第一名來講 他也可以代表台灣去日本參賽 也可以跟紅一起做研修 哇 好棒耶 所以剛剛這個外面小朋友問到說 為什麼這個這邊的QB house的設計 是可以這麼厲害 有沒有這麼快手 可是剪出這麼好看的髮型 就是可能因為有這個剪髮大賽 一年一度的剪髮大賽 然後如果在台灣得名的話 你還可以代表台灣去日本來參加 那剛剛想到 如果說升到副店以上的職位的話 就有機會來做海外研修 那平均來說 如果我是一個小白 剛剛進的這個QB house 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有沒有什麼樣的例子 讓我們知道說 我們多久才有可能爬上副店的位置 其實我們沒有那個 就是時間上的設定 只要基本你的能力具備來講 你有可能在短時間 都有可能 可能不到一年 你就有可能提升到我們的副店長 所以有可能不到一年 我就有可能升上副店長以上的職位 而且還有海外研修的機會 對 所以還是鼓勵這種新鮮人 對 要有一點點憧憬 對於這個美髮業 真的有興趣的人 歡迎大家可以來到QB house 那好好的去學習你的技能 是 我覺得像有一些這個新鮮人 都會很困擾說 啊我好像一張白紙 然後不知道挨多久 才要辦法排上去 但是我發現說 其實現在很多外商啊 重視的其實是你的能力對不對 當然 只要你願意用心血 而且你的能力很明顯的 已經到了那個階級 絕對不會說 因為你的年限不夠 或者是這個年資太少 而去局限你的發展 對 我們希望培養更多的管理者 也希望給更多的這種美髮 就是專業設計師很多的這種機會 讓大家都有機會 可以參與這樣海外研修的機會 甚至於站上舞台 跟海外的選手一起參加比賽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